大家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密分财报 今天是2023年5月1日,星期一 我是分析师Zoe 来看今日要闻 探探商WA1放量飙升30% 发现高品位泥矿化 公司周一发布其100%拥有的 West Ranta项目2023年钻探计划的第一批检测结果 其中包括13米后平位为5%的氧化泥 10米后平位为4%的氧化泥 该股今日成交额为1020万澳元 收于2.3澳元 链矿商AXN放量暴涨26% 签署乘购协议 公司周一宣布与汽车制造商Stellitus 签署了一项约束性成购协议 该协议占公司年产量的40%左右 为期5年 Stellitus还将认购1500万澳元的股份 使其占股约11.5% 该股今日成交额为120万澳元 高开低走收于0.12澳元 来看命分财富筛选榜 涨富榜前三名分别是 勘探商WA1上涨29.3% 换手率为20% 涅矿矿商AXN上涨26.3% 换手率为2% 勘探商COD上涨17.2% 换手率为2.7% 跌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稀土商PEK下跌12.8% 换手率为1% 稀土商MEI下跌11.4% 换手率为3% 金矿商NXM下跌11% 换手率为2.8% 来看澳谷大盘 ASX200指数 今日收涨0.4% 至7,335点 能源股领涨 尽管天然气公司Santos 对液化天然气项目的 投标延长至8月31日 今日仍收涨2.3% WHC收涨2.6% NHC收涨2% ASX200股票今日表现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医疗软件商RMD上涨6.6% 锂矿商LKE上涨6% 生物制药IMU上涨4% 跌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石墨公司SYR下跌10.8% 金矿商SLR下跌4.7% 锂矿商PLS下跌3.3% 矿业特许权公司DRR 季度收入上涨32% 收涨1.5% 公司周一公告 其在2023年3月季度的 总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达到5990万澳元 同比增长32% 主要原因是价格的上涨 该股今日成交额为410万澳元 收入4.7澳元 密分财富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私人定制 加以长青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